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日暫時很開心能夠看到每一位 每個星期有些很忠心的在教會裏面 也有很多忠心在線上的聚會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很開心看到每一位 而我們都很開心 我相信多兩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的聚會就可以開始 你應該看我們教會的一個報告的時候 大家應該清楚知道所有的教會發生的事情 以及將要開始的事情 如果你要看每一個星期的教會的一個周刊的時候 你應該清楚 這個周刊是那些大姓姐妹用很多的時間去預備的 用很多的時間去翻譯的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make use 即是要用 要看 不要給所有的報告不清楚 不知道 然後他們用很多的時間去翻譯 用很多的時間去預備 然後沒有人去看 所以我要鼓勵你們每一個星期要看教會的周刊 Amen 感謝讚美主 今天我要和你們分享有關安息日和一個祝福 安息日和一個祝福有沒有關係 安息日和一個祝福有沒有關係 和安息日可以被取代嗎 可不可以被取代 有些事情是可以被取代的 在教會裏面是可以被取代的 但有些事情在教會裏面 或者在我們的信仰裏面 在我們跟隨上帝的一個路程裏面 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今天我們講安息日的時候 我今天就很想 其實很多個星期我都很想跟你講一個信息 但是因為看見每一個信息的流程 好像上帝都有它的意義在裏面 每一個信息 每一個星期的信息 都有它每一個重點要帶出來 因此我就覺得 將那一段那一部分的事情完全廣言 或者是最少講到一個段落 然後我再講其他信息的話 這樣就比較有連續性 就比較有連續性 當我講這個信息的時候 其實聖靈給我一個很大的感動 還有當我準備這個信息的時候 聖靈給我一個 前所未有的一個新的漢件 有關於這個安息日 前所未有 就是說我都守安息日 參加紫約的崇拜 從18歲開始到今天 都沒有停止過 每一個星期都在這裏參加聚會 每一個星期都在這裏參加聚會 有時一個星期 三堂聚會 四堂聚會 有時一個星期 最少都兩堂聚會 這麼多年 最少都兩堂聚會 那你可以想像之中 就是說這麼多年 從18歲到現在 差不多60歲 四十幾年的時間 不停地參加聚會的崇拜 但是我卻從來沒有看見 一個城面上有關於安息日的事情 也沒有 就是說這麼深刻 和這麼深入的 感覺到一個安息日的重要 我們先來看一看 安息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根據聖經來講 有多少位知道安息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或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有多少人可以知道的? 在線上的和可以延長的 有多少人知道? 如果你看聖經的時候 應該你們可以明白 安息日就是闖世記 闖世記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節 很有意思的 闖世記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節 是什麼時候發生? 就是在神闖造了世界萬物之後 闖世記第二章 第一到第三節 這裡是說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上帝他做事 他不會做到一半一半的 他不會做一半就停在那裡 然後沒有員工 然後就forever 留在那裡 unfinished 上帝做事他不會這樣 聖經他說 天地萬物 上帝做的時候 他都做齊了 就是說 需要的 他都全部做了 第二節 到了第七日 神造萬物的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 卸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 很有意思 他說 第七日到了第七日 意思是說 星期一到星期六 即是說六日之前 七日之前的六日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都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 他說什麼呢 他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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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工 安息了 安息 他在原文的意思 其實就是休息的意思 rest 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譯本 他翻譯講是rest 即是說休息的意思 也是我們今天所明白的一個意思 是休息的意思 上帝做了六日之後 他休息了 然後第三節 他講 第三節很重要 他講 神賜福給第七日 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日 神吃了他 一切闖造的工 就安息了 如果你有聖經在你身邊的時候 我鼓勵你們 就算在線上聽 聽講道的時候都好 有你的聖經在你的邊 那你一邊聽的時候 你都可以將重點畫上來 牽上來 那這裡我要你牽的一句說話就是 第三節那裡去講 神賜福 神賜福給什麼 神賜福什麼 這裡去講 神賜福給第七日 God bless God bless 上帝祝福那第七日 是不是第一到第六日 不給祝福呢 不是的 第一到第六日 身為一個基督徒 聖經講 日日都是好的日子 日日在神的裡面 都是好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上帝闖造一切 每一日祂都是好的 每一日都是好的 星期一到星期六 一樣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闖世記第一章講的 不是我講的 是聖經闖世記第一章 他講的 神闖造了這件事 然後他講什麼 這個是第一日 然後他講什麼呢 他講It is good 是好的 做了第一日 第一日他講是好的 第二日他講是什麼 是好的 第三日他講是什麼 是好的 第六日 聖經也是講 神也是講 是好的 到了第七日的時候 到了第七日的時候 他講神賜福給第七日 神賜福給第七日 神賜福給第七日 你要看清楚 聖經就一定要講的 第一到第六日 是神造工 OK 第一到第六日 神在這裡造工 然後他做完工 他講是好的 他沒有講他賜福給 第一到第六日 但是到了第七日的時候 他講他賜福給第七日 他賜福給第七日 定為set 定為聖日 Holiday 是一個聖結的一日 是一個分別為聖的一日 是一個好的一日 是一個能夠給人安息的一日 你知不知道 在廠世紀第二章的時候 我忽然之間 我看見一個 以前所沒有看見的一個picture 以前所看不見的一個圖畫 原來在廠世紀一開始set up 一開始有個安息日的時候 那時候的安息日 不是給我們的 那時候的安息日 是上帝 因為他做了六日的工 然後第六日 然後第七日的時候 誰休息 第七日的時候誰休息 是上帝休息 是上帝自己親自的休息 在第七日 Holiday 上帝親自在第七日 休息 而意思是說這個安息日 是失落 是定落 是給上帝自己休息的一日 Amen 上帝他做事 他做事 他做事 但是他也要有一個他自己休息的時間 Amen 然後他講的很重要 這一日他講是聖結的 他講是聖結的 聖結的東西是祝福的東西 聖結的東西是蒙福的東西 你記得 聖結的東西是蒙福的東西 也就是上帝會賜福的東西 同樣的安息日 是聖結的一日 也就是神會賜福的一日 Amen 所以上帝說 祂祝福給第七日 Amen 如果你和你的身邊有人在 你要跟他們說 第七日是上帝會賜福的 第七日是上帝會賜福的一日 Amen Amen 第七日是上帝會賜福的一日 Amen 因為上帝親自說 祂祝福給第七日 然後祂在第七日休息 Amen 我們再看第二天的經文的時候 這個以塞瓦斯 對不起 先看春安及記第二十章 春安及記第二十章 我們看聖結開始定了這個安息日的時候 後來它就在 哪是再繼續的出現呢 就是在春安及記第二十章 春安及記第二十章的時候 是上帝吩咐摩世 或者是上帝交代摩世 一些以色列人 神的百姓 聽字是神的百姓 不是就是種族 是上帝的百姓 要定的一些事情 是上帝要他們尊重 要他們跟隨 還有祝福他們的一些事情 那你記得上帝定任何的一件事 這個是你絕對要相信的 上帝如果在祂的聖經裡面 定任何一件事 要我們去跟隨 你要相信的就是 這些所有祂要我們跟隨去尊重的東西 都是為了要赐福給我們 Amen 祂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就座我們 祂的目的祂所設立 祂所安排祂所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 是因為上帝知道這些所有的事情 是要帶給我們祝福的 如果我們跟隨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得著一個祝福 Amen 在祂所安排的 在祂所定下來的 在祂所做的一切裡面 如果我們跟隨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著祂所安排 祂所做的 祂所定下來這些所有的事情 裡面的祝福 Hallelujah 其實很多人不停地在這裡找福氣 真的很努力地在這裡找福氣 想盡辦法在這裡找福氣 想盡辦法想要享福 但是其實聖經已經給我們 很多蒙福的方法 很多蒙福的列離和點章 還有很多蒙福的一個教導 或者叫我們跟隨的東西 只要我們跟隨這些所有的腳蹤而行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其實你已經是蒙福了 Hallelujah 這個《沖合格記》第20章 第8到第11節 當然整個《沖合格記》第20章 如果你有時間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 但我沒有時間幫你們看這麼多 我們就會看第8到第11節 第8到第11節 這裡是說什麼呢 是說當紀念安息日 首為聖日 六日要努力作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夜華你臣 當首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以你的兒女服備 聖畜並你聖女居治的客女 無論何功都不可作 因為六日之內 夜華闖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了 所以夜華賜福以安息日 定為聖日 所以夜華賜福給安息日 定為聖日 闖四記第二章的時候 是上帝做完所有的事 他自己在這裡休息 他自己在這裡休息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picture 上帝做了六日的工 六日他做他做他就要有光 要有光 要有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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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工作 是比任何人做的工作更加的大 因為他做的是什麼 他是在創造整個的已造萬物 聖經講的 萬物都創造 聖經講的 聖經講的 上帝就休息了 上帝就休息了 他休息的時候 我想問一問大家 當你們休息的時候 通常你們會做什麼呢 當你們休息的時候 通常你們會喝杯茶 OK 你會喝杯茶 OK 你會拿一本書來看 或者你會在這裡睡睡覺 或者你會吃一下自己想吃的東西 OK 自己想吃的東西 或者你們都會怎樣 你什麼都不做 就在聽音樂 聽聽音樂 當你休息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呢 你會在這裡享受你的日子 聽清楚 當你休息的時候 你在這裡享受你的日子 你做一些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你做一些很輕鬆 很快樂 很愉快的一些事情 所以上帝做了第六日功的時候 第七日他休息了 他休息的時候 他做什麼 我不知道 聖經沒有說 聖經只是跟他說 他做了六日功之後 第七日他休息 然後他祝福那一日 然後他祝福那一日 意思是說 在那一日做的事情 是很無福的 聽清楚 在說第六、第七日 他休息 然後他祝福 意思是說 在那個休息的裡面 在那個休息的裡面 就是一個祝福 Amen 在那個休息的裡面 他就是一個祝福 第二 在那個休息的裡面 那一日 在那個休息的那一日 他就是一個蒙福的一日 Hallelujah 我再說一次 在休息的裡面 是蒙福的 在休息的裡面 是蒙福的 所以不要以為我們 做基督徒 我們要休息的時間 我們心裡 又很掙扎 休息又不好休息 然後休息的時候 又覺得 很 guilty 又很內疚 然後 那種的定罪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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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覺得 是不是我不夠熟靈 是不是我不夠愛主 我不夠親近主 休息的時候 還在想很多很多很多 那些被定罪 被內疚 或者還在想很多很多 那些 平時不應該想那些 憂慮 平時不應該想那些 事務 那些工作 所有那些事情 所以休息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休息 晚上是休息的時間 晚上 給我們知道 晚上是休息的時間 所以休息的時間 就應該是很好的休息 而不是在這裡休息 在這裡想著 工作 在想著很多很多的事情 或者在裡面 沒有辦法去休息 然後沒有辦法去睡覺 沒有辦法想 身體重新得力 晚上睡覺 睡覺的時間 是我們的肉體的休息 我再說一次 晚上睡覺的時間 是我們肉體的休息 第七天 安息 不做工 是我們 什麼呢 是我們這個魂 和我們肉體一起的休息 再說一次 當我們 休息那一天 沒有做工 休息那一天 是我們的肉體 和我們的魂 一起的休息 意思是我們所有的壓力 我們所有的責任 我們所有的工作 很多的負累 很多的重擔 這些工作裡面的重擔 就是那個時候 你休息的時候 你已經放下了 所以你的魂 在這裡得到休息 我再說回來 當我們講聖經講的安息日 當我們聖經講的安息日 就是這個 催安革記第二十章 催安革記第二十章的時候 你說當你六天 你做完工的時候 第七天是安息日 你守 你要守為聖日 揭 守的意思說 不是說你喜歡做就做 不喜歡做就不做 守的意思是說 你一直要不停地去做 不停地去做 就好像清明 是很多人會守的 清明人 因為紀念父母的幾日 死忌的一日 那麼很多人他們會守一個清明 為什麼呢 因為清明節 是紀念自己父母過生的一日 所以每一年的清明節 很多人他們會授毛 他們會整乾淨 他們祖先他們那個墳地 他們所遭的一個地方 所以守一個清明 同樣的意思是說 安息日是要守的 哈利路亞 安息日是要守的 意思是說 不是說我們有空就做 沒有空就不做 沒有空就守 沒有空就守 沒有空就不守 喜歡我們就守一個安息日 不喜歡我們就不守一個安息日 我告訴你為什麼 一個安息日 一個安息日這麼重要 是因為安息日的時候 它不僅是你的肉體上的休息 是你魂的休息 當你真 我們工作不做工那天 休息那天 是我們的肉體 和我們魂的休息 但是當你守一個安息日的時候 它是我們的肉體 也都是我們的魂 也都是我們的什麼 靈的休息 哈利路亞 是我們靈魂體 全人的一個休息 哈利路亞 所以很多人 他們不做工休息 他們以為他們 已經是可以真正的得著安息 其實不是的 當你不做工 你在家裡休息 或者你履行其他地方 這個休息 就是一個魂 和肉體上的休息 但是你的靈 沒有得著真正的安息 當你在主的裡面 你守一個安息日的時候 他說你就得著了真正的安息 而這個時間 是蒙福的 這一天是蒙福的 哈利路亞 是蒙福的 意思是 你要知道 如果是一個蒙福的一天 意思是你什麼都不做 你什麼都不做 在那一天的裡面 你守一個日子 你就已經是蒙福的 哈利路亞 所以在這裡他說什麼 他說你要守這個安息日 你要紀念這個安息日 你知不知道 聖經說到另外一件事 我們要紀念的 就是一個聖餐 聖餐是說你要紀念這個聖餐 為什麼要紀念這個聖餐 因為聖餐是紀念主為你而死 聖餐不是就是吃那個餅 喝那個杯 喝點紅葡萄酒 拿點餅給你來吃 不是 聖餐是要什麼 是要紀念主要怎麼為我們而死 主要怎麼為我們 釘在一個十字架上 主要這個保氣怎麼為我們而流 他釘在一個十字架的時候 他怎麼為我們受一個鞭打 他受一個肉體上的一個苦楚 他受一個魂裏面的人都離開他 那種的separation 那種的隔離 那種的分開 那種孤單 那種被人家撇棄 被人家拋棄 那種孤單 他也忍受 在一個十字架上的時候 他暫時和父神分離一個苦楚 你有沒有忘記三位一體的神 三位一體的神 他們之間的關係這麼親密 但是當耶穌基督登十字架 當世人的罪都擔在他身上的時候 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 他的令是要盛受這些所有的隔離 和上帝父神的一個隔離 和人之間人力撇棄他 然後拋棄他 離去他 所有的人都走了 所有的人都走了 聖經講 所有的人離開了他 還忍受了所有精神上 肉體上各種各樣的苦楚 所以這個聖餐是要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 紀念祂的補血為我們而流 紀念祂的身體為我們受的變相 每一邊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你要記得每一邊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聖經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每一邊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去說 是為了我們的憂患 耶穌基督背負我們的憂患 祂的變相 是為了背負我們的憂患 意思是當你在病痛的時候 你是很辛苦 你的身體的裏面 那種種種的煎熬 那種的煎熬在你的裏面 那種的苦楚在你的裏面 那種的難受在你的裏面 這些的憂患 聖經說耶穌基督在邊臂邊打的時候 祂已經背負我們這些所有的憂患 不再是你自己在背負 你這些所有的責病上的苦楚 或者這些的煎熬 或者這些的難受 不是的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祂已經幫你背負了這些所有的責病 和這些所有的憂患 所以當我們守聖餐的時候 我們是紀念 是紀念祂所做的事情 哈利路亞 當我們回到祂說聖餐的時候 祂說聖餐的時候 我們要守 我們要守 祂說你六日已經勞力工作 正如我說 第一日是不是蒙福的 是 第二日是不是蒙福的 是 第一日到第六日是不是蒙福的 都是蒙福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在第七日 你仍然在世界做工 你仍然 放棄 應該來到親近神的時間 我說過安息日 不單止是身體的休息 不單止是魂的休息 也就是我們靈的休息 而是我們來到親近神 就是一個的休息 Rest before God 在神的同在裡面 就是一種的安息 當你第七日的時候 你在外面仍然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就失去一個靈常的休息 哈利路亞 一個靈常的安息 哈利路亞 所以 意思是說 第七日 如果我們沒有守這個第七日 成為一個安息日 而我們做其他事情的話 意思是說 在這個第七日 就不是一個蒙福的一日 在你的生命的裡面 哈利路亞 當上帝給我看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忽然之間明白到 哇 為什麼我們這麼蒙福 因為我們 我們一家一樣 我們的兒子女女 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他們怎樣很忠心的守一個安息日 雖然看起來他們說 來到教會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有時候 來到教會好像沒有什麼很多得著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很大的事情發生 但是其實當你守的時候 你已經是蒙福了 哈利路亞 當你守的時候 你已經是蒙福了 而這些福氣 很多時候是你眼睛看不見的 是你的眼睛看不見的 我跟很多很多人分享 我問他們 我說 我說如果你六日做工 星期日你都要上班 星期日你都沒有時間來教會 我問他們 我說 這樣你一個星期裡面 你覺得你這個星期過得怎麼樣 你說 不是很順 他說 就是很多事情 他說 這個星期特別特別多的事情發生 那 我記得我曾經和一對夫婦 這對夫婦 我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來跟他們傳福音 還有我 當我開始幫助他們的時候 我需要從這裡 比如說 距離 我要從這裡 然後去到 Darley City 在Darley City 載他們 然後載他們 然後回到教會參加祈禱會 然後要載他們 甚至乎 一個星期 比如說有祈禱會 會在這裡 去到Darley City 載他們回去 教會參加祈禱會 然後有小組的時候 會到他們家 然後載他們 去參加小組 然後主日 星期日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來 但我還記得 就好像從這個City 去到另一個City 繞一個大磚 然後再去 但是呢 他初期的時候 他仍然不願意 星期日的時候 來參加聚會 他說OK 他說 牧師說 這些小組說我很喜歡 他說 祈禱會 他也很喜歡 為什麼他說 因為在祈禱裡面的時候 他說他感覺到特別的安償 特別的寧靜 好像裡面沒有那麼多的煩躁 好像裡面沒有那麼多的煩惱 所以這個星期二的討告會 他都很喜歡來的 非常之喜歡來的 但是星期日 他說 星期日很多個朋友 會約他們 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說星期日 他沒有這樣的時間 而且他做工的時候 他說 星期日很多時候 是打個皮 雙份工資 一日 做一日 有兩日的工資 開始的時候 我很難勸得到他 星期日來聚會 後來有一日 星期日聚會完了之後 我看到他沒有來 我打個電話給他 我說 今天你們是不是很忙 或者什麼原因 或者你們沒有辦法來聚會 他說 對不起 今天我要上班 我就問了他一句 我就問他一句 我說 你願不願意試一下 我說 你願不願意試一下 你星期日的時候 你來一來教會 參加聚會 你來一來教會 參加聚會 你試一試一下 看你其他日子的時候 你的工作 會怎樣 你的工作 會怎樣 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言語 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言語 但是因為 我挑戰他 我說你可以試一試 你可以試一試 如果你發覺到 你參加聚會 會讓你不參加聚會更好的話 你隨時可以選擇停止 選擇停止 沒問題的 後來他真的來了 他來了一個星期之後 他來了一個星期之後 他沒有再停止 他沒有再停止 到了促哀及記 上帝吩咐摩西 他說你們要紀念 你們要紀念 你們要紀念 一個日子 一個安息日 因為我會賜福給那一日 我會賜福給那一日 我會賜福給這個第七日 而這個第七日 是一個安息的一日 於是說安息的一日 如果是做其他的事 就失去了安息人 上帝要賜的福 我就再說一次 就是安息日 做其他的事 我們就失去了 上帝就是安息日 所賜的福 到底聖經有沒有告訴我們 這個安息日 上帝賜的福是甚麼呢 我們來看以塞瓦斯 以塞瓦斯第五十六章 以塞瓦斯第五十六章 第一到第八節 以塞瓦斯第五十六章 第一到第八節 以塞瓦斯主說 你問當守公平行公義 因為我的救恩臨近 這裡講到安息日 我的公義將要顯然 謹守安息日 謹守安息日 而不干凡 禁止己守 不作惡 以塞瓦斯的人 便為有福 以耶塞瓦斯聯合的外邦人 不要说 也话必定将我从他民众分别出来 太监也不要说 我是孤殊 因为也话而此事 那些紧守我的安息日 揀选我所起义的事 刺守我约的太监 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 在我的墙里 有一个纪念 有名号 比有乙女的更美 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 不能被剪除 我们再来看看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就给我们的答案 上帝会怎样来祝福这个安息日 他怎样来赐福给我们 在这个安息日的里面 当我们专守一个上帝所吩咐 我们要专守的安息日 你要记得 这个安息日不是仅是旧约的事情 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 保罗的时候 他们仍然专守一个安息日 甚至乎他们更加多的来守一个安息日 他们天天守圣餐 天天守安息日 天天守圣餐 天天守安息日 因为他们天天都有聚会 天天他们都抹饼 天天他们都抹饼 而天天他们来亲近神 就是一个安息的日子 安息的时间 第十三节五十八章 以唱眼诗第五十八章第十三节 你若在安息日 钓砖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 不以操作为喜乐 不以操作为喜乐 请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请耶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华为乐 耶华要使你 尊敬这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 养育你 这是耶华 亲口说的 这是耶华 亲口说的 是上帝亲自说的 在这一节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安息日 休息的祝福是什么呢 哇 这个祝福是在第十四节 只要你一日 你尊重一日 你尊重一个安息日 你敬重一个安息日 你重视一个安息日 他说 他说第十四节 你要以一日 为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而不是一个很勉强的日子 而不是 就是说 很委屈自己的一个日子 很不甘愿 来守的一个日子 他说第十四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要使你亲自 成家在地的高处 阿们 他会把你放在一个高处 他会把你提升起来 哈利路亚 意思是说 这个是上帝亲自说的一个说话 圣经里面 上帝亲自说的说话 不是很多 很多是摩西说的 很多都是保罗说的 耶稣亲自说的说话不多 亲自应许的也不多 上帝亲自应许的也不多 但是在于是 圣经很清楚说 这是耶华 亲口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 我要将你提升到一个高处 我要将你 就是带到一个高的地方 to the higher place 然后他说 我都要将你祖先 瓦角的产业 来养育你 你们都知道 当我们提到瓦角的时候 上帝是阿伯拉罕 单单提阿伯拉罕 单单提以撒 还有单单提瓦角的时候 他有一个不同的含义在里面 你要知道 瓦角的时候 他已经有分成了十二个支牌 阿伯拉罕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家 就是一个家 阿伯拉罕的家庭 当到了以撒的时候 他就慢慢慢慢地扩散 慢慢慢慢地扩散 到了一个瓦角的时候 到了一个瓦角的时候 他正正式地扩散 成为一个国 一个族 和一个国 不是只是一个家 OK 不是只是一个家 他会扩散成为一个族 和成为一个国 十二个支牌 成为一个国 哈利路亚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一个国 上帝做这个家庭里面 因为阿伯拉罕专守了上帝 当然不是只是说安息日 因为阿伯拉罕专守了上帝的教导 专守跟随了上帝 也因为以撒专守跟随了上帝 然后到了瓦角的时候 瓦角也就专守跟随了上帝 到了瓦角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什么 我要 我要 在哪里了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八章他说 我要将你放在高处 然后给一个你祖先瓦角的产业 来养育你 意思是上帝 承诺 上帝他应许 当你守一个安息日的时候 他说我会亲自的你 养育你 哈利路亚 我会亲自的你 养育你 让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就一个养育记第十六章 养育记第十六章 第二十二到二十三章的时候 养育记第十六二十章的时候 你看见是什么呢 你看见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在这个抗野的时候 在抗野他们就吵要吃肉 那些草要吃肉 他们不愿意再吃当地的蔬菜 天天地摘野草野菜来吃 他们不愿意再吃那些东西 他们就向上帝哀求要吃肉 上帝就应许给他们吃什么 吃一个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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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什么呢 还有后来他们吃肉的时候 上帝就供给他们很多那些 很多那些 我不知道 你叫鸣春 上帝就供应了给他们很多那些鸣春 给他们能够吃 吃到他们牙齿那些肉 或者粘子在这里 吞不及 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 我要讲什么呢 当你看《粗矮曲》第十六章的时候 很有意思 第21节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饭粮收取 日土一发热就消化了 22节 到了第六日 他们收了桑费的食物 每人两份 每人可以拿两份 因为第二天就是什么 安息日 第23节的时候 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 是向耶华守的圣安息日 很有意思 在那个经历里面 这个以色人 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上帝每一天 如果有人说 你信耶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被人们这样来讥笑过 你信耶稣不用做了 上帝就会在天上跌食物来给你吃 我曾经就被人们这样讥笑 耶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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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做了 坐在那里 耶稣就会给你吃了 是一种的讥笑 是一种的讥笑 潮笑 但是其实 如果你看回这个 《畜生及记》的时候 耶稣真的从天上跌的食物来给你吃 哈利路亚 是真实的 上帝供应给他们食物 哈利路亚 很特别的 每一天他出去收的时候 就是收一份 收一份 收一份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 是他们不可以做工 不可以收 什么都不可以的一天 这样第六天的时候 他们收到两份 他们可以收两份 平时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人 我相信他们都试过 哇一下拿多多回来 哇 这么久没吃过 拿多多回来 想收着 明天可以吃 但是到了明天的时候 他就生蟲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收一份 收多的时候 第二天 他就会生蟲 他每一天都要出去收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上帝允许他们收两份 一个日可以收两份 意思是一天可以收两天的食物 一天可以收两天的食物 一天可以保存两天的食物 他就不会生蟲 很奇怪 到了第六天 如果要收两份的时候 他第七天的时候 他不会生蟲 但是如果平时的日子 他就会生蟲 那么圣经讲给他们听什么呢 第十七节 第七日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第七日 仍然有人不听的 他们不信的 第七日 他们看一下 走出去 看一下 看一下收 看有没有收 但是圣经讲给你们听 很清楚 很清楚 他讲什么 结果第七日的时候 他们七日收 什么都找不到 什么都找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地方的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这个弟兄就是因为他做这份工周末是最好的生意的 一个做餐馆的 一个做买菜的 星期日是最好的生意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星期六星期日正来买菜的嘛 正去预备 星期一到星期五要吃那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所以我们教会在其中一个教会里牧养的地方 有一班他们专门开餐馆的 有一班是賣菜的 有些在市場裡賣菜 有些是駕駛車 駕駛車一個市一個市一個村 或者一個村一個區 駕駛停在一個地方 那些人就會出來買的 方便那些不愛出門的人 在我們馬來西亞是這樣的 其中有幾個 不是只有一個有幾個 其中有一個他開一個吃東西的 在街市 我們的街市是open market web market 他們在那裡賣粉麵 每次休息我們都會去那裡吃 因為那一档粉很好吃的 我們常常都會去那裡吃 那開始的時候 他信了主 他星期日不願意不做 因為如果星期日不做 星期日一日有時賺到的 可以給平時的三天 你聽清楚 星期日一日的入息 有時他們說可以給六天 有時可以給三天的入息 意思是特別多的 時間是更加可以早些收檔 早些收檔回家 所以開始的時候他不願意 我說你一天賣多少碗 一天賣幾百碗 幾百碗麵 幾百碗麵 那我就跟他計 我就跟他計 我說你一碗麵賣多少錢 我賣了那麼多 那麼多 那麼多錢 我說OK 你試一下 我說你試一下 你這個星期日 你不做 你回教會 你回教會的時候 你試一下 在你星期日到星期六的裏面 上帝有沒有辦法 去祝福你 在星期日所失去的 我很敢挑戰他們 很多個 不是只有一個 很多個 星期日 他們買菜的買菜 開檔的開檔 賣菜的賣菜 很多很多 一班都是這樣的 我挑戰他們 我說你試一下 星期日你放下你的工作 因為這個是聖經講的 他講 不辦自己的私事 他講 不做自己的私獲 私獲 私獲 OK 以采雅詩第五十八章十二到十四節 那裡 他講 不辦自己的私事 不遂自己的私獲 不遂自己的私獲 我說你們試一下 每一個回來的時候 他可以跟他正面 他說 牧師這個星期我沒有做 哎呀 我就想這個月可能少了很多錢 但是他講什麼 他講 星期一的一日 從來沒有試過 通常星期一是很冷淡的一日 是一個不黃的一日 但是他講 不知道為什麼 他講一個星期一 特別好生意 特別好生意 有些他們說 哇 連接那個星期 特別好生意 我說 你平均起來 你其實星期日不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虧了星期一日的入息 最後他們回來和我報告 每個人都跟他說 他們沒有 他們反而賺到更多 他們反而賺到更多 做這些工的人 通常一般上他們都不休息 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我看他們最多是年初一休息 其實他們這些工的人 他們天天都不休息 因為休息一天 他們就會計 他們租一個檔 又有多少錢 那天沒有做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那個入息去cover 那天的工錢 那天的開支 所以很多他們都是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基本上天天都做 很少說不做 有些就算休息的時候 最多是休初一初二 我很了解 因為牧師的媽媽爸爸 他們是開餐館的 開這樣的餐館的 茶店的 所以他們天天都做的 對他們父母來說 他們天天在那裡坐著 他們有錢收 坐著賣多少 天天都有錢收 所以他們很喜歡這樣做的 所以他們一天都不休息 天天都不休息 沒有說星期一到星期六 做工或者星期一休息 他們沒有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做工 除了有事 可能連三十晚 有日有 原初一 有日有 我還記得很清楚 當他們 這樣做 一直做 做到當他們兩個都過世的時候 當牧師的爸爸媽媽都過世 其實七個子女 七個子女裡面 沒有一個願意接受 繼續做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子女都看到他們父母 做這份工作實在辛苦 每天四五點就要起床 預備 然後晚上開檔開到差不多十一點 首時到十二點 撿得來搞得來都會經常差不多十二點 一點 這樣睡兩三個小時 然後四五點 三四個小時 然後四五點五六點 又要開檔 又要開檔 又要預備 所有的一起去 所以那些子女看到父母這樣做 這份工作這麼辛苦 沒有一個願意接受 所有的子女都沒有願意接受 所以最後那當就蓋了 那當就關掉了 那當就關掉了 我要說的是什麼 聖經它應許 當你守一個安息日的時候 它說 我會以一個雅各的產業來養你 簡單的來說 它說上帝說 我會養你 在那一天 你守一個安息日那一天 當你不做工那一天 當你來到我的面前 休息那一天 它說 那一天我會養你 我會養你 直接的來說 我會養你 這個是上帝應許的一件事 是上帝親自應許的一件事情 哈利路亞 我們都知道雅各的產業是很大 比較去阿伯拉罕 比較去以撒 這個雅各的產業 是聖國的以色列國 是聖國東岸 一個約旦河東邊 包括西邊所有的支派 都有自己的地 都有自己的產業 阿明 每一個支派都有他自己的產業 都能夠享受 上帝所刺激給他們的福氣 哈利路亞 就是他們的產業 哈利路亞 感謝讚美主 這個是安息日裡面 聖經教導給我們所講的事情 很簡單的來說 我們其實上帝要我們第七日的時候我們休息 但我們第七日的時候我們就在忙忙忙在那裡煮飯 在那裡煮 在那裡煮 在那裡煮飯 在那裡 上帝說你要休息 今天不用做 你要休息 但我們仍然在那裡忙忙碌碌 忙忙碌碌 忙碌碌 很多事要做 做來做去做不完 然後星期日晚上到了過了 我們又很累 我們還在那裡 哇一天都在那裡 星期日還在那裡忙家事 忙家務 忙家務 然後 哇 星期日 哎呀 我不是說這些是錯的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 啊 就在那裡 我不好意思把這些拿上來 因為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 Stage 我不覺得我這些要拿上來 在那裡 做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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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朝忙到晚 仍然是 在星期日的時候 仍然是 由朝忙到晚 或者 你會問我一個問題 或者你會問我一個問題 這樣是不是星期日 什麼都不可以做 只可以回教會 不是的 不是的 當你守了那個安息日的時候 當你守了那個安息日的時候 你 時間多出來的時候 你想做什麼 你仍然可以去做 我要說的是 當你守了那個安息日的時候 你的身體得著休息 你的魂得著休息 你的靈也得著安息 得著安息 當你身心靈也得著安息的時候 你有一個額外的Strength Extra Strength A Renewing Strength 一個更新的力量 一個更新的心情 一個更新的魂 一個更新的身體 可以去應付 到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一個時間 一個忙碌 一個工作 哈利路人 因為上帝想我們休息 上帝想我們休息 我們看第三點 第三點到耶穌 從闖世記的時候 上帝做了天地萬物之後 祂自己休息 到了出安及記的時候 摩西的時候 上帝吩咐摩西 你要吩咐那些人 跟他們說 星期日是一個聖日 是一個要守 要尊敬 要尊守 要尊重的一日 要休息的一日 什麼工作都不好做的一日 到了伊塞瓦斯的時候 他說什麼工作都不好做 然後到了新約的時候 第三點的時候 馬太福音詩第十二章 馬太福音詩第十二章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四福音書的時候 四福音詩的時候 其實聖經帶出一個更加美麗的圖畫 讓我們明白為什麼安息日 要守這個安息日 在四福音詩的時候 馬太福音書第十二章第八節 馬太福音詩第十二章第八節 他帶出 你說什麼呢 當時的門徒 他們沒有守這個安息日 他們仍然 摘了地裡吃的東西來吃 你不要忘記 從上帝吩咐摩西教導的那些力量 到耶穌的時代 那些法尼賽人的時候 那個安息日 已經有很大的差距 因為這個法尼賽人 已經加多了很多 摩西的時候是沒有的 怎麼說呢 意思是說 在摩西的時候 聖經沒有說到 出門都不行 但是到了這個 耶穌時代的時候 這些法尼賽人 他說 這個安息日的時候 你只要走一里路 一里路 就是說 或者這裡到德里斯里 超過德里斯里就不行了 就是說 一里路 你只要走一里路 好 安息日的時候 哇 你又肚餓 你肚餓 你沒有東西吃 哇 你順便拿東西來吃 都算是做工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自己親身經歷的 我當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 大概是一九九幾年 一九九幾年 應該是九四年 不是 1998年 第一次當我去以色列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大概八天的時間 八天的時間 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剛巧去 自己的Hotel 自己的里店 我就很奇怪 有一天 哇 我們進那個elevator 坐過電梯的時候 哇 真的那個電梯 幾十層的電梯 是不是 每一層都開 Level 1 開 Level 2 開 Level 3 開 成幾十層 每一層都開 意思是平時 你從第一層 上第十層的時候 就上去了 但是到了那一天 星期五 傍晚 開始 一直到星期六 安息日 在一個猶太人的日子裡 從星期五六點到星期六六點 OK 星期五五點到星期六六點 星期六六點 星期五六點到星期六六點 所以那天的時候 哇 我們一層一層開 一層一層開 我就很奇怪 今天為什麼電梯層一層開 我初初以為有很多人 電梯門一開 我看外面又沒有人 他就這樣開 裡面也沒有人要出去 又這樣自動開 我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就問當地的那些人 問那些酒店那些人 問那些酒店那些人 為什麼電梯今天一直開 一直開 一直開 這樣做到電梯很慢 那他們跟我們解釋 因為今天是安息日 因為今天是安息日 為什麼安息日 電梯會每一層都開呢 因為到了耶穌那個時代的時候 甚至今日這個時代 這些猶太人 這些猶太人 他們認為什麼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甚至乎連什麼 連按電梯都不行 連按電梯都是一種工作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因此 他們連電梯都塞好給你 每一層開 那你甚至乎 都不需要動你一根的手指頭 當你碰一碰 你一根的手指頭 你就已經先來做工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意思是說 到了一個法利賽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 將一個安息日 真正的意思 即是說已經消滅了 安息日真正的意思 你來到上帝的面前 你休息 然後你親近神 親近主 但是到了一個法利賽人的時候 他已經到一個地步 什麼都不行做 走路都不可以走太遠 動一根手指頭都不可以 但是在耶穌的時候 耶穌帶出一個真理 馬太福音詩第十二章第八節 你說什麼呢 他是安息日的主 I am the Lord I am the Lord of the Sabbath 我是安息日的主 你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去到Tom和Rosita的家 那間屋的主人是誰 是Tom和Rosita 當我去到他家的時候 他是那個家的主人 那我請問 我去到他家的時候 多少點吃飯 如果他請我吃飯來說 多少點吃飯 是我說了算 或者Rosita和Tom他們說了算 一定是那個 如果Tom說 噢 吃飯了 那我就可以吃飯了 如果Tom說 噢 今天沒有飯給你吃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我是沒有飯吃的了 我就要走的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算我在吃飯的時間 去到他的家 但是如果他跟我說 今天沒有飯吃啊 今天我沒有時間煮給你吃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一定要來 但是如果他邀請我去他家 他定了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就算是定了六點 但是我去到的時候 七點都沒有飯吃 那我是聽誰的呢 我仍然是會聽Tom和Rosita的 因為他是那個家裡面的主人 他是他家裡面的主人 所以在新約的時候 對耶穌的時代的時候 耶穌帶給當時的耶穌人 猶太人 一個更加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在安息日裡面 是他話事 哈利路亞 在安息日裡面 他是主 他話事 哈利路亞 我們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休息 他做完所有的一切事情的時候 他休息 他休息 那到了這個春海及記的時候 他邀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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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邀請我們和他一起休息 哇這張椅子很重啊 OK 這個是上帝坐的 OK 原本是他自己在享受他所有的廠造物 哇他看看蘋果好吃 他摘點來吃一下 他坐著在那裡 哇欣賞一下那些鳥仔叫 欣賞一下那些動物在那裡玩 然後欣賞那些鳥仔在天上飛 在那裡吃東西 吃蟲 然後欣賞那些魚 在那個水裡面游來游去 上帝做了六天的時候 他就坐在那裡休息 欣賞 在享受他六天所作的功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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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ed 他邀请我们 你跟他做什么呢 跟他一起来休息 一起来rest 一起来rest 一起来喝茶 聊聊天 一起来上帝的面前 敬拜赞美 但是我们却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是坐着在上帝的 殿中享受他的 这个宴会 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一切 享受他已经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气 instead of 我们在享受 我们却在这儿 还在这儿 哇好忙啊 今天要煮饭 忘记纸 又不知道纸是什么 还在这儿 听着道的时候 关了个speaker 听不到就关了个speaker 纸啊纸啊纸啊 纸啊纸啊 看着 哇 然后 哎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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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纸到一会儿 又没有时间 然后 哎呀 这儿又没办法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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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这个picture 上帝说 第七日 你六日的工 你已经做了 你牢牢的工 你已经做完 第七日 你要 enjoy the labor of your work 在一个起事录的时候 其实 起事录的时候 第十四章的时候 他说 你enjoy 你享受你牢牢所作的工 你就安息了 当然最后的安息 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享受你六日所作的工 但是我们却挣扎 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却不接受 我们却不要 叫上帝给我们那一天 祝福那一天 我们却不拥抱 或者享受 那一天 上帝所给我们 预备的 四福音师他说 我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 他说安息日 是为马可福音师 第二章第27节 以四福音师 讲到安息日的时候 带出一个不同的一面 马可他说 他是安息日的主 马太他说 他是安息日的主 马可的时候他说什么 安息日 是为人而备的 他说 安息日 是为人 是为你们舍的 安息日 如果你们不守的话 如果你们不尊重的话 如果你们不要的话 那么那个安息日 就没有意思了 他说安息日 是为你们而备的 他说 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舍 意思是说 我们人活着 不是只是安息日 不是只是安息日 一日这样 但是呢 安息日是为我们而备的 意思是我们人里面 其中的一环 其中的一个部分 安息日 我们人生里面 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 哈利路亚 是为我们而备的 是为我们而设的 记得 他是为我们而设的 是为了我们的 是吗 到了若寒的时候 到了若寒的时候 若寒福音师第五章十八节 若寒却看到 更大的一个picture 他说 他说到安息日的时候 他说到 他和神是平等的 他说到安息日的时候 他和神是平等的 记得 厂世纪的时候 一开始 上帝做六日的功 第七日 他在这里休息 到了若寒的时候 他说 耶稣和上帝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As one As one 他们一起rested 一起休息 而他invite我们 邀请我们 能够和他一起 休息在他的电钟 休息在他的presence 在他的同在里面 在和他一起的沟通里面 在和他一起的关系里面 感谢赞美主 Hallelujah 我今天就停在这一事 我今天就停在这一事 最后 我们要看的 我总结一下的就是 第一 安息日是什么 第一 我们recap一下 安息日是圣日 It is holy It is holy 任何圣极的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去destroy 圣经里面 有三样圣极的东西 是我们千万要守好 第一 是一个圣日 就是一个安息日 第一 是一个圣日 安息日 是一个圣日 It is holy act 即是一个圣洁的行动 你将你每一个日 每一个月的入息 即是十分之一 你带回到神的电钟 圣经说 你以此可以试试我 他说 你可以在马拉基斯 第四章 他说 你可以试一下 第三章 你可以试一下 会不会打到天上的仓库 会不会打到天上的仓 他说 兄道 跑 out 不是掉 不是放一些 是跑 out His blessing 来将祂的福气 来赌给我们 然后第三个圣结的东西 他说 就是一个圣餐 圣餐是圣物 圣日 是安息日 圣举 holy act 是一个十分之一 然后圣 一个圣物 就是一个圣餐 圣餐也是圣结的 凡是圣经里面 说圣结的东西 是分别为圣的 意思是说 他不可以混在一起来说 他要受到特别的尊重 他要受到特别的尊敬 不是说你 随随便便 是对待的一种态度 这个是圣经教动 他们一样的 所有圣结的东西 是上帝要赐福的东西 Amen 记得 圣结的东西 所有圣结的东西 是上帝要赐福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 we sacrifice ourselv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活祭献给神 是一个活祭献给神的时候 罗马斯十二章 当我们做一个活祭 献上给神的时候 他会什么呢 他会说 是一个reasonable 是一个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在主里面 是一个蒙福的 哈利路亚 当我们献上 是一个holy sacrifice的时候 是一个蒙福的一件事情 哈利路亚 所以 我们再看的时候 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圣日 第二 他是一个休息日 听自己的供 OK 听自己的供 第三 他是什么呢 是分别为圣的 是分别为圣的 第四 是要守的 need to keep 第五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如果每一日 上帝都是说好的 但是到了第七日 他说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一日 第六 他说 是使我们能够 有名 有记号 哇 把我们的名 纪念上来 第七 他说 是要被尊重的 是要被尊重的 我不知道你们对安息日的看法 是怎么样 对教会 有什么看法 在家里面的敬拜 和在教会里面的敬拜 我绝对相信 我们所持有的态度 是完全物弱 我说回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只可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自己能够分别 也能够知道 当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聚集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 那个虔誠 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 那个尊重 当我来教会的时候 你不可能来教会的时候 哇 你这个炭子的脚 在吃东西 你不可能 你有一个很基本上的尊重 在一个聚会里面 但是你在家中的时候 你守一个安息日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我自己亲自都试过 做不到 我喜不喜欢在家里面做 我喜欢 我的肉体 非常地喜欢 因为我省下了我的时间 因为我省下了 我睡边 不需要 每个星期日 穿着衣服 穿着什么 行李键 你不是你教会 又要尊重一个日子 不需要 穿得 很 Jane Jane 成吉他 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可能 够着头 不换衣 你都没所谓 但是如果你去教会的时候 我的肉体很喜欢 但是我知道我的灵 unsatisfied 我的灵 没有办法满足 因为为什么 我知道当我在家里面 聚会的时候 我的灵 很松散 很松散 没有办法专一 也没有办法真正专心 去做 或者去听 我们里面应该要做 因此圣经讲 我们要攻克己身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 是不愿意的 我们的肉体 天天在家里做事 不知道多好 但是我们的灵 给我们知道 神的家是重要的 神的家是重要的 因此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我们可以在家里聚会 但是我仍然每一个星期日 我仍然要来教会聚会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 我自己的肉体 习惯了一个 在家中里面的聚会 而自己的肉体 不想出来 在希伯雷斯 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 希伯雷斯第十章二十五节 希伯雷斯 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着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决免 既知道你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阿们 所以当然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安息日 有这么重要吗 它是重要的 当如果你今天你问我 安息日 和祝福有没有关系呢 它绝对有关系 因为上帝 因为上帝赐福 给安息日 当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安息日 可不可以 用其他事情 来代替 取代 我可以坦白地说 不可以 因为耶稣基督亲自说的 祂是安息日的主 而且安息日 是为我们而设备的 是为我们而安排的 是为了我们而做的 是洩立的 是为了祂要跟我们一起 祂邀请我们跟祂一起来休息 祂邀请我们跟祂一起来休息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要守这个圣餐 我想这个 这首诗歌 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之感动 这首诗歌叫做 《血的誓愿》 《血的誓愿》 这首诗歌非常非常之有意思 我们先听了一段 思想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 思想这首诗歌里面的歌词 而且因为你们国语的 所以你们可能要看歌词 然后我们来守这个圣餐 大声点 你的大声 洗净一切误会 打开所有愁足 是否我们自由 你的便伤 承担一切痛苦 抑制所有疾病 是否我们自由 我们的伤 是靠着高养保险 靠着高养保险 我们的伤 是靠着高养保险 是靠所见证得到 所见证得到 你的保险 你的保险 洗净一切误会 断开所有追逐 释放我们自由 你的便伤 你的便伤 承担一切痛苦 抑制所有疾病 是否我们自由 我们的伤 是靠着高养保险 靠着高养保险 我们的伤 是靠所见证得到 所见证得到 只是你所理的 保险誓约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远 独立只怕 不能叫我 与你爱个绝 你所理的 保险誓约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远 寂寂死亡 不能叫我 与你爱个绝 不得了 我之间坚定的梦远 你爱个绝对 我之间坚定的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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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是靠着羔羊保险 靠着羔羊保险 我们的神是靠所见证的道 所见证的道 是你所理的保险誓言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孤单惧怕不能交往 与你爱个结 你所理的保险誓言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疾病死亡不能交往 与你爱个结 你所理的保险誓言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你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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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间坚定的梦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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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西欲的里面 在这个新欲的里面 就是我们得着释放 我们捆备得着释放 我们得着一个自由 哈利路亚 美主 我们多谢谢 赞美丽 我们多谢赞美丽 当我们守一个圣餐的时候 美主 您讲过圣餐 也需要一个蒙福的一天 哈利路亚 一个蒙福的一件事 当我们守一个圣餐的时候 是蒙福的哈利路亚 当我们守一个圣日的时候 一个安生日的时候 也odles一个蒙福的一天 哈利路亚 是恬福的一天 是恬福的一件事情 哈利路亚 美主 我们多谢赞美丽 我们多谢赞礼 主祢祝福这个圣餐 祝福这个安息日 哈利路亚 主要给每一个专守的人 都能够享受 你在这一日里面所定的福气 哈利路亚 奉耶稣记得一个名 当每一个人守一个圣餐的时候 也能够享受 在圣餐里面 你所设立的一个应许 哈利路亚 主我们多谢祢 多谢祢主耶稣 奉耶稣记得一个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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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吃一个饼 然后我们一起来喝一个杯 感谢赞美主 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位 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交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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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